幾天那個講課以來,我自己有一個感覺 說當老師不是很簡單的 這個 好像我在這邊 我沒有準備那個要講說什麼 就是稍微翻一下 那就憑我自己本身的這個經驗講出來 那我本來是想說下一堂課啊,我來看一下書 然後要講一點東西 也至少要看一下到底我書上寫了什麼 要看的時候啊,他們就會來簽啊 一直簽,簽到趕快跑一下廁所回來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完全是 憑這個 自己修行的經驗去講 也等於沒有按照這個 國王星星界裡面的這些 稍微有 也談了 所以我覺得當老師啊,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像 嗯 而且我發覺那個河融嘛 在這裡特別的乾 啊,經常要喝這個水 講一講啊,大家喝一下水 講一講,要喝一下,特別的乾 所以口啊,口很咳 那我覺得,以前我老師這樣子想一想 變成我,我很同情他們 有的老師他們真的講課啊 幫那個幫老師啊,是講到晚的耶 真的是不容易 我現在想想我們到底還是 對於自己過去的這些老師啊 對於自己過去的這些老師啊 還是要很尊敬 他們難眠啊 有這個脾氣不好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就上公民客嘛 我坐在第一排啊 他 我只是稍微好像是說晚到 除到喔 除到一下子而已 我這樣這樣 他沒來由了 他就 走下來嘛 然後一隻手就這樣子 要拔過來 我就往這邊歪 他就這邊這樣子 過去的 整個人都飛過去 但是我沒曉得到那個老師的一個心情 老師有時候他心裡很煩啊 他晚上睡不好啊 我說不定昨天晚上吵架啦 我說不定是被踢下床啦 然後第二天他脾氣不好的時候啊 這個真的是運氣 真的是運氣啊 所以我印象很深的 那個老師喔 體格很好的 他平時都是笑嘻嘻的 那一天不知道怎麼回事 他板一個臉啊 被打了以後 就整個人的美夢啊 都被打碎 人生啊 就是這樣子的 都自己當了老師以後 也知道 哎呀 都有時候學生很煩喔 走到哪裡都也是 走到廁所也有事 出來也有事 在走廊上走人有事 坐下來有事 坐下來有事 出去也有事 嗯 很辛苦 哈哈哈哈 那我們再談 這個金剛拳 這個拳法啊 提到降提慈善啊 它有這個幾種奧妙的 其實著佛也有降提慈善 保平器也有降提慈善 明點一樣有降提慈善 你在實修方面一樣有降提慈善 以前我去學這個沙迦六四變 這個有一個弟子問 請講解沙迦六四變 沙迦六四變也是提法 也是提法 當然我沙迦六四變是屬於秘密 應該是屬於 也是二貫三貫的範圍 二貫三貫的範圍 它是一種實修法當中的方法 在無上密部系裡面啊 很多的實修法 但是實修法 必須要真正的金剛上司 跟大家講解你才可以做 不是說你已經知道道理 你就開始做了 不是的 絕對不是這樣子 所以無上密系部 本身的法一定是金剛上司 仔細跟你講解 開解以後說你可以按照這種程序去做 你才可以做的 不是你說我已經修好了 無上密系部 不是這樣子 所以是有四門啊 有四門三內啊 你必須要跟你的本尊 跟你對方 通通互相有四門 還要寫四門書 還要燒掉 所以是一種密密 而不是很隨便的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看成很隨便 另外呢 必須要金剛上司跟你指導 這個時候 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做何觀想 很簡單 很簡單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算一個別的 這個算是床 你就觀賞這個床 化為蓮花 馬上就化為蓮花 行者這個右手金剛柱 左手金剛靈 實時做觀想 交報應 實時做觀想 做交報應 你自己化為本尊 你自己化為本尊 你方啊 一樣一樣做的 所以一個動作 一個口令 在軍中講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必須要由師父親自教你 不是隨便的 不是 我得來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叫 這個 根本上司 甚至根本上司 臨床指導 臨床指導 就是 在這裡看你們兩個表演 這個時候你手要結什麼手印 這個時候你要做什麼 這個時候要做什麼 這個時候要做什麼 這個時候要意念 要觀想什麼 氣的出入 氣什麼時候進入中脈 什麼時候心輪要打開 什麼時候到了這個 煤心輪 什麼時候到了煤心輪 那煤心輪要做怎麼樣子的觀想 哪一個昼日放什麼光 做什麼觀想 那個都是有一定的 如何氣進入中脈 如何觀想長壽佛 如何觀想旋轉 它有一定的一個程序 一定的一個程序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他問的這個是 講解 撒架六四片 撒架六四 撒架六四 是 撒架六四便 這個就是撒架六四變 好啦講解完了 你們去實驗的時候 不要聽師尊講說撒架六四變 好你騎匹馬 跑到誰來 對 虐馬 好,沙迦就是臨癌,臨這個閒癌旁邊放入的方法 這裡面有所謂的日夜朝天,兩個眼珠向上看 上面是本尊,上面是文之施力菩薩 文之施力菩薩持見,周圍放光芒 你有一兩個眼睛看著文之施力菩薩,十字月朝天,兩個眼球向上翻 十字月朝天,這是撒迦路事件當中的一項 這壓住喉結,你身體上面的氣出去了 喉結壓住,我昨天不是講了嗎? 喉結一壓住,就是中脈,喉結一壓住,水就流到這裡了嗎? 一放開,一放開,啥,它就掉了嗎? 就是撒迦路事件第二次,壓喉結,喉結壓住 這是臥部,臥部印,大家講臥部印,一臥,四個指頭壓大拇指 把它握緊,一種警告的作用 猛吸中指,腰中指猛吸,會提起來 所以撒迦路事件有幾個方法 有六個方法你做久了一起做 你這個時候,你這個時候可以倒轉合車 就把整個身體的氣跟靈點要融結要跑的 馬上給它倒轉 這有方法的呢? 長紅轉紅,長紅,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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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水啊,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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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水啊,底下的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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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轟 它有幾個姿勢 一個做題,做題,跪題,立題,種種一題 提名點啊,飛過西米上 提名點飛西米上 你就可以無漏啊 這些方法都是無漏法裡面很重要的口訣 剛才已經跟你們透露 已經透露 我說沒有講,但是也講 也等著沒有講,還是沒有講 你會這個東西啊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百戰百勝 強將手下無若兵 各個都是英雄豪傑 這個是真實的實地上修行的功夫 實地上 你,撒迦六四辯就是你實修當中的六種題法 六種題法 我學過這個 撒迦正空上司那裡 他教我撒迦六四辯 撒迦六四辯你學 學會的話就是六種題法 也就是二貫三貫的東西 都是二貫三貫的東西 那你學會這個 那你學會這個 運轉合車 精神衝來 會發光了 會產生光明出來的 會產生光明出來的 這裡面有光跟氣 你氣一磨煉 你會產生光光 你中脈一開啊 中脈一通啊 他就會光出來 那麼錢法你也要注意啊 你平 這個力量 維繫的力量 一般來講啊 我輕輕打幾個這個錢 給你們看啊 不要打太大力 因為等一下 我就講不下去 錢法 這只是簡單幾錢而已 好 簡單 打一下錢法而已 這裏面啊 這個錢 意願啊 要靠 自己本身意願出去 意願啊 完全靠你的意 跟氣一起配合 那你可以打開這個眉心輪 喉輪 喉輪也可以的 喉輪 喉輪 這個就是叫開 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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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ant 喉 zinc 終 host 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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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伸,這個腳扭過來,這個也是技輪 這個扭伸,就是技輪,這個技在動的 另外密輪,這個倒踩車輪,倒踩車輪就是密輪,倒踩這個是密輪動 這樣抓空,而空中抓東西踢腿 這個,這個就是本身的,也是一個密輪的一個運動 這個,這個金剛拳的這個拳法,有降體慈善,有氣在全身運走 有大哈斗聲,彈跳,大哈斗聲,彈跳起來,有全身本身的運動 這個就是讓氣啊,分散到手腳,到最微細的地方頂到腳 這個,腳呢,到腳跟,雙手到雙個,五個手指頭,都要有 全身的所有經脉,全部通通都貫通,全部貫通 很重要啊,那麼,這樣子做下來呢,你平時啊,只要這樣做半個小時 啊,或者是這樣,一天做半個小時的話,你全身的氣啊,就會很充滿 會充氣,會補氣,充氣,補氣,都對你身體有益處 所以運動很重要,運動非常的重要,那麼,希望大家能夠啊,有恆心的做這個金剛拳啊 啊,這個拳法的這個,這個,這個作用,那你做拳法,平時啊,自己身體健康 又可以運氣,一般人打拳啊,或者體操啊,不過是,拉雞優,台秀,是吧 啊,拉雞優,台秀,哈哈,台秀不過是這樣子啊,這樣子就配合音樂這樣子做 他沒有氣,他也是,稍微用一點的氣 但是我們拳法,是完全也有用意念,跟氣,配合,在全身裡面走 你做了運動以後啊,你精神,平時有些人啊,精神不好,精神不好 每天運動半個小時,試看看 運動半個小時,試看看,你反而會覺得,會活力會產生出來 活力會充沛 不運動的人啊,有一天啊,他這個氣脈,比賽啊,他毛病就出來 所以每天一定要保持運動啊,保持煉金剛前,是這樣子 另外再跟大家談這個,天眼的秘密啊,天眼的秘密 這個要講到這裡來啊,就是比較深一點,比較深一點 一個人啊,修行到,中脈通了,一輪打開了,就有光 這個光,這個光一出現了,你就可以看到光 等於你心眼打開,心眼一打開,你就看到光 在密教裡面,稱為,水光,就是眼睛啊,是屬於水,啊,水光 通啊,你心靈的光,這兩邊有一條脈,通了,眼睛跟心啊,脈,通了 那你心裡一放光的話,你的視覺產生變化,你可以就看到明點空光 明點空光 看到明點空光啊,你暫時眼睛你閉起來,向右看一下眼,向左看一下眼,左右旋轉一下,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閃出來的光芒,有看到閃出來一點光芒 然後你眼睛閉起來,好像旋轉一下,旋轉,眼球在裡面旋轉,然後你眼睛閉著就好,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光芒 這個不是明點空光,你看到的這個光啊,是基本上你的心裡面的那些光 基本上,不是很閃耀的光,但是你只要你修行,你中脈通了,心臉打開了,這時候流露出來的光啊,當你眼睛閉下來的時候啊,或者打開的時候啊,眼睛閉下或打開的時候,你可以看到光點 這個光點就是明點空光,這個是有科學上的這個,我認為是有科學上的這個正願的地方啊,不是很簡單的 明點空光,一般跑得很快 為什麼跑那麼快,因為你念頭快,所以它跑得快 只要你心能夠定,你有禪定的定力的話,明點空光,它就很慢 閃耀很亮很慢的明點空光,我還講過啊,用金剛鎖,去鎖住 用金剛鎖,其實就是你禪定的力量,去鎖定它,聚集起來,把明點空光,再推進一步禪定你心不動 以你的定力去鎖定明點空光的話,就會變成金剛鏈 在看明點空光的時候啊,你可以加收濟光法,色光法,濟光法 因為你濟光法,色光法,你會全身都是光,你眼睛閉起來也看到光,眼睛打開也看到光 明點空光,把它鎖定了,它就變成金剛鏈,鎖定這個明點空光 它這個鏈應該是金日旁,黃金的金日旁 也就是,這一點點的光啊 把它鎖起來叫金剛鏈 你假如懂得金剛鏈的話,你就會 結界 這個是真正的結界在這裡 在你的家的周圍啊,你把明點空光看住 定住,定住明點空光 用金剛鏈鎖 一鎖,這邊用金剛鏈一鎖 四面,你的房子四面用金剛鏈一鎖 什麼鬼,什麼鬼也進不來 什麼鬼啊,大鬼、小鬼啊 觀眾的這個色鬼啊 什麼鬼它也進不來 這些外面的通通都擋住 這個是金剛鏈絕界 金剛鏈絕界 而一般來講 有人進來 或者有鬼進來 你只要在你的房子 或你住的山的周圍啊 鎖上的金剛鏈的絕界啊 任何人一觸動你的金剛鏈 你在裡面彈定 你就心血來潮 你就知道 哦,上一上 哦,某某仙人來訪 啊,某某大仙來訪我 我就知道了 好,開中門引接 哦,那個叫所有徒弟先台鄉 開中門引接 因為山下有貴客到 他就知道了 怎麼知道的 只是因為他在他的仙山的周圍啊 鎖上的金剛鏈 鎖上的金剛鏈 任何有一個魔啊 從那裡經過要闖進來 他 觸動 他的金剛鏈 那這個等於他的心嘛 金剛鏈等於他的心嘛 他就心血來潮他就知道了 不是現在有什麼那個 那個 那個秘密電視 看著你 在裡面電腦試 你們看 哦,有人來了 以前古代的仙人啊 深山啊 他的周圍啊 有結界的 就是用金剛鏈去結界 圍起來了圍 有人來他都知道 他都知道 他都懂 金剛鏈結界 這個是最高的 高明的結界法 高明 有什麼人來他都知道 所謂的 魏佛先知啊 你到了他這樣 你怎麼知道我來啊 當然知道嘛 怎麼會不知道 就是這個金剛鏈 修行的金剛鏈 把所有的金剛鏈 全部集中起來 把所有的金剛鏈全部集中起來 就成金剛網鏈 這個是比較那個一點啊 比較講起來比較 金剛網 這個是比較密集的 金剛網鏈 成了金剛網鏈 就成了一個面 一個光明面 一個很大的光明面 你打開你的天眼 看著這個光明面 好 我現在要看啊 這個 蓮池法師在支撐雷杖士 他在那裡做什麼 你看 不好意思 他剛剛上廁所 馬上從螢幕裡面顯現出來 金剛網鏈 金剛鏈 變成金剛網鏈 的時候 你就有天眼 開眼怎麼出來的 啊 有人講啊 啊 哪一個槌子啊 哪一個那個啊 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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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眼啊 開第三眼 咕咕咕 然後掉一塊皮 掉一塊骨頭 哦 這個眼 他就可以放中 嘶 出來了 第三眼 好小 我別說 那個亂講的 是心眼跟你的眼睛 就是你的心 跟眼 合起來的 看明點空觀 跟金剛鏈 最後變成金剛網的時候 就是電視機裡面的螢幕 螢光幕 螢光幕 就是明點空觀 跟線 跟網 創起來的 就是電視螢幕 你要看什麼 只要你心調什麼 就哪一個channel就出來 我連自上司的channel 就出來了 他在那裡去洪華啊 到哪裡去啊 到哪裡去啊 在義賣啊 做什麼事情啊 都看得出來 你要看哪一位的 就看得出來 我是真的 我老實講 師尊是不喜歡看 因為看了都很難看 我以前是這樣子啦 我以前是 晚上躺著 我這個棉被蓋到這裡 我把棉被把眼睛蓋起來 原被蓋到差不多眼睛這裡 然後我在想 啊我看哪裡啊 看一下 哎呀不好看 以後不看 所以看螢光幕啊 不是偏遠 你本身 你躺著 眼睛閉起來 意念 你的意念 調到哪一個channel 然後 然後 明點空方 聚齊變成金剛網 啊 金剛網 那麼你看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人在走路 行動 行 住 坐 我 說法 你都可以看得清楚 這是什麼眼 這個就是天眼 天眼的秘密就是這樣子來的 天眼 因為我 看了很多 我自己本身來講 我看了很多 到最後我不看 為什麼呢 因為一切順其自然 因為我看了 也沒有用 啊 你們做什麼 我不能看的時候 我跟你講 不要做啊 不要做啊 你又聽不到 對不對 聽不到的 不能防止 每一件事情要發生 你沒有辦法去阻止它嗎 那你事先你看到又有什麼用呢 不如不看 很多事情啊 事先明白的 但是啊 沒有辦法去防止 沒有辦法防止 那你神算又有什麼用 你有先知 啊 你有先知先覺啊 你有天眼 我看 沒有用 但是這個也 不是說 你修這個就 修這個天眼不好 不要修天眼 你修金剛煉 金剛網 我們不要看人間了 人間了 所得的 啊 就是很 很 很優惠的 不好看 我們主要是看 法界 看法界 這個時候啊 你可以看得到 你用你的天眼修出來的金剛網 由金剛網裡面呢 顯現本真 金剛網裡面有本真 你可以看到本真 看到本真 看到佛 所以我們那個 回向你們 見佛了生死 如佛度一切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佛 你有天眼的話 你可以看到佛 看到菩薩 看到諸天 看到薩土 所有的佛國 你都可以看到 所以有人講啊 他說哎呀 我要去西方極樂世界啊 但是阿彌陀金裡面一發打開啊 過十萬億佛徒有世界啊 明慧啊 極樂 那他們在想啊 他糟糕啊 這個問題來了 我還沒有到西方極樂世界啊 我就 我就下車了 他就下車了 到了別的佛國一看 其他的佛國 不是西方極樂世界 沒有關係的 跟打電話一樣 哪個男的 你用一用 就是絕對是他 你不要打錯 你不會打錯了 就是這個號碼就是了 所以你信念阿彌陀佛 就絕對是西方極樂世界 不會跑到其他的佛國 這個就是槍喔 所以你用練力啊 用念去感到 你在天眼的病例裡面啊 你可以看到本尊 看到佛國 所以你現在已經修成天眼 你那兩個眼睛一看 你那兩個眼睛一看 It's my home 我家在哪裡 你家在哪裡 It's my home 我家就是在那 那個佛國啊 非常清楚的 顯現在你面前 就跟那個電視上的螢光幕 一模一樣的 讓你看到 你可以遊歷啊 你可以進去裡面 不是那麼小 那整個天眼所見 一片 都是光 國國淨土呈現在你的面前 你修行到這個境界 只要把你身體的光啊 進到這個佛國的宜宙光裡面啊 就是成就嘛 寄生成佛 所以我們學佛啊 最終的目的 你以這個光啊 這個你修煉出來的話 是屬於宇宙的光 那個這邊是小光 不是那個小光啊 是自己的 這叫子 這叫母 你自己的天眼啊 兩個眼睛啊 可以看到宜宙光了 宜宙光了 活佛煞 只要把你 印出你自己的 星光 進入宜宙光 就叫寄生成佛 就是寄生成佛 所以你修天眼啊 修這個天眼也有好處 天眼便不是說 跟人家問事 不是跟人家問事情 不是跟人家這個 解決很多的煩惱 眾生的煩惱 你哪裡能夠解決 那到處都是愛來愛去 恨來恨去的 你怎麼解決嗎 就是 我們當神仙了 我們當神仙了 你哪裡管你們 這個貓咬老鼠的事情 你自己想一想吧 貓在咬老鼠 那你當神仙有去管嗎 你不會去管這種事情 你也不會去管那個狗咬老鼠 狗咬老鼠聽說是都管閒事 狗咬浩子 都管閒事 都管閒事嘛 我們當神仙的 在天上啊 逍遙自在 在人間啊 也等於是天上 而管你家的事情呢 你們這個要吵架 我還要離婚 你們認為是天霸的事情 那關我什麼事啊 離婚 好也是你們在好 壞也是你們在壞啊 對不對 今天跟我打電話跟我吵 這樣子 我們要離婚啊 我們要光臨啊 我們都是你家的事情 對不對 你離婚來講啊 對我沒有什麼壞處嘛 說不定你們離婚了以後 你能來幫比丘啊 比丘你 我不是多來一個幫手嗎 還有益處呢 有什麼不好呢 在佛菩薩的眼中啊 這些啊 貓狗打架 所以天上的人啊 實在是不太願意管 也實在是不太願意管 有些人覺得這個啊 佛啊 菩薩 距離我們好遠 事實上也是很遠啊 只是因為佛菩薩本身慈悲啊 他感到眾生可憐啊 他要來救助眾生啊 要這個化身跟眾生一樣的 到這個沙佛世界來 來想這些佛法 來救一些眾生嘛 否則真的跟佛菩薩有什麼關係 所以有些時候啊 我們可以啊 用這個理解的方法 去理解到這個 整個宇宙的這個顯現出來的這些現象 這些現象讓你知道 整個世界上的現象是怎麼樣 那麼你可以 懂得求安心的這個方法 在這當中啊 在這個複雜的世界裡面 求得安心的方法 其實也不複雜 很單純 在這個沙佛世界也不過是愛啊 恨啊 啊 然後這些這個 是非啊 啊 人事啊 婚姻啊 子女啊 事業啊 地位啊 其實這些而已啊 你說還有什麼呢 這些拿掉啊 什麼都沒有 就是空的 那是沙佛世界的眾生啊 在演戲給我們看 有緣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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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緣妹 那麼在那邊輪回 那所有佛菩薩在上面拍手 好看好看好看 這樣子啊 否則無聊 那你不演戲啊 不演那些愛恨情仇啊 不打扮得漂亮一點啊 或者是落魄一點啊 你說這些羅菩薩做什麼 所以你看大日如來旁邊的四個試者 金剛歌 金剛舞 金剛華曼 金剛戲 金剛戲戲 啊 金剛戲戲是表演 這個戲劇 給大日如來看 金剛華曼是打扮得很漂亮 給大日如來歡心歡喜 金剛歌是唱歌 給大日如來聽 金剛舞是跳舞給大日如來看 那這樣子生活才會從無聊變成有聊 那這個就是一種戲劇人生嘛 一種神通遊戲嘛 那你這樣子修行的話 從金剛網 修成宜宙光 明點集合起來會變成宜宙光 那你自己的星光 這個互相啊 射招的 有這個出現 一定有這個出現 你有這個出現 一定有這個出現 互相射招的 那你就進到這個宜宙光 就成就了 這個成就起來啊 叫做果光 這個叫子光 與光跟果光 果啊 水果的果 那我自己覺得修行 不要以為說修行沒有好處 說行事有好處 第一個修行 讓你得到 樂無盡 樂無盡 我現在自己本身來講 就是這種感覺 這種結束 就快樂無盡 快樂無盡 就是佛在沙佛世界 我也快樂無盡 那對我來講 一些的煩惱 在我旁邊呢 是有 但是 不會影響到我自己身心的親近 不會 啊 雖然有很多的毀謹 啊 雖然有很多的這個說法 很多的是非 在我的周圍 但不會影響到我 這就是你修行本身呢 能夠斷掉煩惱的好處 能夠得到這個樂靜 那麼再來呢 你自己本身有永遠 靜光的產生清靜 你的禪定呢 從初禪二禪三禪到四禪 到非想非非想觸天 到最高的境界 那麼你也知道 因為你任命宜宙的真理 空性 由於你空性本身的存在 你把一切煩惱化為空 化為空 一切現象界 不過是社 跟空 彼此互相融合 既然任應的現象 既然任應 社、空之間 你從這裡得到的快樂跟靜光 你以空性來化解一切生死煩惱 這個時候因為你修行有了見地 你自己本身實修的結果又有了正念 那麼這個時候你就跟神仙一樣 任應 自如就產生出來 自如就產生出來 你自我自在 自如你自己跟神仙完全是一模一樣 環繞這個時候 環繞這個時候就轉化為菩提 在這個境界之下 環繞就是菩提 摩也就是佛 這個境界就出來了 你也不用怕摩 因為摩也是空性 這個時候你產生的境界 非常的易悅 非常的快樂 這是修行本身的好處 而且不再六道輪迴 所以我講了 這開悟是什麼 啊 開悟就是樂 敬 空 中和 中和 沒有人這樣子講 大概 因為開悟大部分都不講 不講 我是把這三個中和起來 中和起來講 樂 常樂 我敬 加 空性 樂 敬 通 加起來 就是一個開悟的聖狀 密教裡面的心中心印 這個要問 心中心印 心中心印 一般來講 也是密傳 也是密傳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以前佛菩薩大部分有誓言 以這個作為他本身的誓言的 他本身發下了這個誓言 好像有抹抹眾生 有困難 只要用他的心中心印 他一定到 這個印叫做心中心印 叫做心中心印 只要用了他的這個印 那麼他一定會到 這就是說 你結了這個印 就觸動了那一個本尊的心 觸動本尊的心 那他就坐不穩 他就坐不住 就是在那裡 他本來是禪定 入內盤 入內盤很安靜的在那裡 突然間 沙坡世界有人 覺得他在心中心 碰 打了他一下心 哇 他一定要駕雲 從長空之中 飛到沙坡世界來看 到底有什麼 極要的事情 一看 原來是問他股票明天情形怎麼樣 你說心中心印可以斷船嗎 不可以的 其實講起來 心中心印對我來講 沒什麼意思 真的是沒什麼意思 你說天底下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需要關心菩薩從南海 普德山 持直靈 下淫感慨 飛奔 到這裡來救你 你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我認為都不重要 沒有一樣重要 沙坡世界的中心 認為每樣都重要 我認為是什麼都不重要 所以我心中心印 以後密傳 密傳 有需要的話 來寫 這個有問元壽法 跟隱空性命法 有問這個大火鼎手靈元王心咒 這個你看到三十頁 可以按照這個念就可以 士靈防護法 士靈防護法 士靈防護法是另外一種結界 另外一種結界 就是 青龍白虎 朱雀 勾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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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士靈 這是道家的這個法 這個是比較要講解起來時間比較長 另外這個 潛藍尊者的法 這個咒語 是正確的 這個咒語是正確的 要傳授圈轉輪華的觀想跟咒語 好像在書上有 書上已經有 五露財神法的手印 內伯印 內伯印 內伯是這樣子 不過這個是一個 一個王的印 一個黑沙王的印 黑沙王的印 黑沙王的印是內伯印 但是這個也等於是一個財 一個財 所以五露 代表五個手指頭 把內伯握住 表示五露財神 一起到 那麼黑沙王也覆持 他是有他的意義在裡面 倒不一定 不一定是假的印 這是真的印 這個也可以用 他講說這個是假的印 可能是以前師尊講說這個是屬於 生沙王 或者黑沙王本身的印 但事實上五露財神 用這樣子的印 招勤也會到的 這個時間已經到了 就是 這堂課也就是講得到這裡 以後有機緣的話 再跟 有機緣 有機緣